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某一排的 各个岛一样的 2至2点白纲圈 其实如果看过我的影片 但应该在80多集的时候 已经讲过停留在年半前左右 要有兴趣就看过之前 但之前因为疫情哪里都不需要去 所以没有太理了 有拍过的 有出个相片 不过都不多 可能人们留意不多 其实两支镜呢,我所知弹龙那支镜是便宜的, 现在都便宜了,大约是一万三元左右, 那现在这支呢,这支不用一万哦, 不用一万,便宜很多, 那早前呢,就有点点是非, 当然啦,在是非方面的东西, 我通常都不会讲的啦, 不关我事啦,我们只是讲镜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摆, 当然又说,有点拗叫的东西呢,大家去看看啦, 那这些,其实最重要呢,我就拿这支镜去摆, 其实这一类型的镜呢, 35150呢,其实就, 这个镜子挺好用的, 那好处呢,就是二纲圈, 整个人像的镜子就用完了, 整个镜子,如果你去摆人, 就真的没问题的,很用的, 不用换镜子,除了那支镜子, 更重一点之外, 更重一点啦, 那因为这支镜子呢,本身都, 剧弹龙和这支基本上的重量都是, 都是大,都是有差不多的啦, 都是, 讲着一点几, 一点几, 一点二, 一点二, 那支一点二, 好像都不上下的都, 因为它始终你二纲圈呢, 那大家都要留意一样东西啦, 所谓二纲圈呢, 就不是整支行平纲圈, 那是大约三十五到五十那段而已, 那超过了一段时间, 五十都问的, 好像已经二点八啦, 全部都差不多, 试试过就是, 它慢慢步进的, 二点一, 二点五啊, 二点八那样上的, 那当然啦, 我们就不是重要, 其实很有趣的人很有趣的, 买东西就是的, 你说二至二点八呢, 你说支镜子二的, 你, 如果支镜子是, 二点八四呢, 五点八至, 不是五点六至八呢, 就说支镜子八的, 就是, 就是, 这些怪性啦, 那你五点六至八呢, 那些人就说支镜子八光圈啦, 那但如果你说支镜子是二至二点八呢, 那些都说, 我支二光圈的, 那这些怪性啦, 那我今次就拍了, 我支镜子也有拍照, 一人去, 会见到我都说了, 我真的拿支镜子试过啦, 那有少少意见, 就说支镜子真的在暗位, 比较暗的环境呢, 它那个对焦是少我的, 在我角度, 因为我那时是用部A7S2的了, 哦, 那究竟不关系, 那部机士呢, 稍微都慢的对焦, 就不敢说它, 因为, 是否知镜子的质素啦, 那我自己试出来效果啦, 那大家去试也都, 因为它知道镜子, 你说对不到焦就不会, 一定对到焦的, 问题是因为, 为何暗的环境, 我去哪里拍呢, 我去尖沙咀, 尖沙咀现在很可爱喔, 在星期五六, 五六啦, 应该就, 那很多青年人呢, 就在那自己搅拼, 唱歌, 是啊, 自己去busting, 都说, 那其实很有趣的, 政府就经常说, 香港没事的夜市啊, 那我因为今次去拍呢, 就是很有趣的, 拍呢, 就很多些, 几对Bang喔, 不用一对喔, 挺好拍喔, 那这些环境, 试镜子就对了, 暗了, 我又不用闪光灯的, 专灯, 我都说啦, 我用最大光圈不用闪光灯, 虚化了后面, 后面都好, 虚化了, 那这个呢, 就是试镜啦, 我真的去试镜, 而且这支镜, 记住喔, 它150那道呢, 其实基本上是人像镜, 就是你拍人, 85-150有2.8, 你基本上拍人, 绝对没问题, 绝对够的, 就是好用的, 那如果譬如我这些环境呢, 我就可以, 又可以用它的50号, 或者到150那段, 那它都基本上有2.8, 那你变了来说, 你拍这些环境呢, 你可以拍个Yshock, 也可以拍个Terry, 或者拍个, 令到后面的背景, 有一个虚化到, 但又不会抢到主体, 那这个呢, 就是拍镜, 你去什么地方, 或者拍什么东西, 其实我每一次拿一支镜呢, 都知道的了, 大家如果你看看我的片都知道的了, 我真的拿一支镜去想一下拍什么, 我才去拍一条片出来给大家看的, 那当然啦, 那些相片的话, 你说是不是很漂亮呢, 不敢说, 就是不敢说很漂亮, 但我会拍到它那支镜的效果, 尽量令到这支镜, 即是它发挥到它应该, 即是你拿着这支镜, 我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 应该说, 我们初学那时候一堆师兄弟, 每一次都说拿一支镜出去玩的, 拿一支而已, 我们今次去成文水堂, 那大家拿什么东西, 拿一支镜, 那你自己猜了, 那我们自己的师兄弟就拿一支镜出去试, 那看看哪个质素, 即是其实是考你用一支镜, 用什么, 比如我去什么环境, 拿什么镜头, 拍什么东西,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拍照呢, 就不是说, 当然啦, 你这支镜头拿了一支50mm, 你没有可能, 你说拍个, 外缩回来的啦, 但拿一支35mm, 你没可能去拍演唱会啊, 大佬, 即是你拍完回来的, 那就是明白了, 你记住, 你用什么器材, 你拍什么东西呢, 是应该是有个思考的, 不是说, 当然这些是属于天涯的, 大光天涯的, 它用途真是广泛很多的, 譬如我去拍这些, 我想利用它的虚化, 和它因为它有过35-150mm, 那又看回这支镜头, 它那个防震啦, OK, 也都, 当然啦, 我用HIS2, 都是高ISO表现OK的机身啦, 因为这支镜头只得, 因为只有Sonyman, 他知道的啦, 他没办法, 因为三阳没拿到拉伸啦, 没得不好, 拿到议色啦, 拉伸啦, 暂时就串回Sonyman, 那你说呢, 在北城那里呢, 就很有趣, 我都说啦, 今次我去到尖索兴文化中心, 我附近的天涯底, 那很多青年人都在夹兵啊, 在那唱歌, 但是呢, 其实我问过他们, 跟他们聊天, 他们说, 嘿, 他们都是一班自由组合的朋友来的, 只是讲结交频而已, 那我讲的啦, 香港就经常说没有夜生活, 但是我发觉, 其实有些人想有夜生活, 但是, 为什麽呢, 我见到那些Secure啊, 那些港管理员, 都是这样赶走, 是呀, 有时我又觉得, 你是想人家有夜生活, 但是又没有空间, 又, 出去很有趣, 11点钟就赶走了, 就不准在那儿唱啦, 我天桥底有什麽所谓, 但是他们走到哪儿呢, 走到墨记旁边, 那些商场都关门了, 那些站在旁边, 其实那里面还能显示到那些住客, 所以上面始终都有人住, 那其实你的文化中心的天桥底, 海旁有什麽所谓啊, 有什麽所谓啊, 给那些年轻人玩一下, 这个就是香港政府的问题, 这个就处理, 即是每个部门呢, 是不夹的, 不协调的, 即是这里政府说要搞活什麽什麽, 搞活香港, 其他的那些也好, 不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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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 现在还是那三年前的, 宵禁的情况的, 其实香港呢, 不回到转头了, 呃, 其实, 十点多钟, 已经没东西吃的了, 没东西的了, 是呀, 跟着, 还讲什麽夜市呢? 其实, 我这次在尖沙文化中心, 终个圈, 其实很多游客都, 因为他没有订去的, 是, 因为基本上夜市停了的了, 那其实, 当然啦, 可能是, 有部份很多, 和香港人, 上了不上啦, 那, 但问题本身, 都有一堆, 很多自由游客, 还有, 很有趣啊, 这些自由游客, 比较年轻的, 是呀, 其实我们古关, 一样东西就是说, 老一辈的, 譬如上一辈的那些, 可能早期, 香港开放, 自由游客已经离过了, 是, 还有, 买东西那些, 就在上水, 在北方那边, 那下来的尖沙咀呢, 反而可能是, 那如果其实, 你开放了那个, 夜市, 譬如那个, 文化中心, 既然又不怕, 打风下雨, 起码都会做, 是,没错, 那下雨都可能, 下雨都可能, 下雨都可以有下雨, 其实, 我又见到他们, 真是挺有力的, 因为, 其实, 游客就, 不是那么多去看他们的, 其实, 因为, 可能, 国内的, 可能唱歌的, 级数的更加高的, 都还有, 那但是, 见到他们呢, 都很努力的表演, 但是, 我又不是说, 其实, 除了, 摄影器器材, 摄影的东西之外, 都很少说这些, 那, 其实, 有少少就说, 我觉得, 其实, 每个人为自己的梦想追逐的, 就是, 如果一班, 可能, 其中有一个, 当某几年, 几年后, 可能成为一个巨星不出奇的, 那, 其实, 他们是自己, 追逐自己的梦想, 如果你政府, 能够帮助下的, 给一个地方, 他们去自由发挥的, 那, 可能是, 造就了一班, 明日的, 的巨星不出奇的, 那, 不要说, 那些, 你不要趕人走, 又算不错, 起码不趕人走, 我记得, 要拉几次, 要拉, 要拉, 即是, 要趕他们, 说他们吵, 太大声了, 不太大声了, 其实, 那部海旁没问题的, 就是啦, 那, 今次我拍照, 说回镜头, 它表现不错的, 结像能力, 也OK的, 那, 再一件事, 其实, 基本上, 它可以拍人都漂亮的, 那, 我在海旁拍了个美女, 那, 它后面, 就是用了, 我用过几个光圈, 我用二光, 因为我做长镜, 2.8, 用到九光圈, 我试过, 它都做到后面的虚出来, 挺漂亮的, 后面因为, 用一个, 为讲的那个, 对外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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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距离, 那你有个大光圈的镜头呢, 那我用了几个光圈去试过, 都发觉原来, 始终的大光圈会比较漂亮, 那, 当然这些镜头, 始终它的, 即是它本身有这样的长度, 是150, 那另外有这样的大光, 2.8, 那, 除了我拍了刚才那些, 街头那些, 青年人那些, 唱歌, 因为它也都给大家看一下, 它镜头的质素, 那另外拍下这些, 那些美女啦, 那当然一定有它后面, 如果就算有些雜面的环境呢, 都OK的, 都可以虚化了, 虚化了, 那, 因为如果, 假之一样有这支镜, 如果你拍结婚照, 就OK的, 即是比如说, 拍酒会啊, 宴会啊, 我觉得OK的, 但是, 都是因为这些, 我亦都讲啦, 即是我又, 不会说隐瞒, 它说这支镜好也不好啦, 那镜头质素接受, 它对焦有少少吃力的话, 可能我部机的问题, 我不敢讲, 可能如果用新的A1, 可能会好些, 我不敢讲, 因为它始终是新镜, 玻璃也都很长, 那, 我自己本身的机, 可能是, 可能是, 那, 但其实它都, 它的官方网页呢, 它都, 讲到说, 其实都, 有很多资料性的, 那, 基本上, 自用对焦系统啦, 優化了的, 自用对焦啦, 那, 还有它也都有一些, 那它的镜片, 真的有些重的, 这支镜, 其实它, 这支, 和那支, 腾笼的重量都相弱的, 相弱的, 那, 其实, 没有办法的, 去到这么大光圈, 始终是, 去到2光圈, 虽然你说, 去到50以后, 那些, 不是2光圈, 但都有2.8, 但是都2.8, 就是它那个, 很近, 那, 还有它里面有很多, 自定的, 设定的, 你可以设定, 三样就多了一样, 设定的话, 譬如, 所谓大镜之外, 四百二点霸, 那些, 它拍足球, 譬如, 它会订了一个, 两个point, 它跳来跳去, 一按键, 它自己翻回那个point, 那, 这个用途, 我就觉得, 在短镜, 这些短镜用途, 未必, 不大的, 是的, 但是, 譬如, 一套结婚相,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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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新两, 新两, 譬如, 酸细之类,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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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即时做了两个focus的control, 互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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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摄影师, 它怎样control,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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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你没有都没所谓,有你是多了一样东西 当然啦,这个是要熟杂去用啦 我觉得OK啦,不过有的很有趣啦 因为我觉得这些较为重的镜子 其实我就首先建议加一个镜子可能会好一点 不过你镜子装不装没所谓,但因为有重量啦 如果我们一般来讲拍照的人就没问题啦 如果说譬如一些女士就有少少吃力啦 但如果你说它有一次天涯镜,有大光天涯镜 我觉得是挺好的,它结账能力也都不错 那你说如果一般来讲,你说它拍到那些太小的心态 我就觉得有少少吃力啦 可能要买一支一百四百那些会比较好的 但如果你说这支镜子一万元左右的算是这样啦 因为这支镜子主要都是影人的 不用想啦 而且有酒会啊,有些功能的镜子就不用换镜啦 因为你35150来讲,譬如以前我们用的24150最多的 那譬如连些会出到24150就更加好 但是问题是,譬如我们用的28200的质素就比较太大 但是你24105就会比较小的光圈啦 没可能,这个要比较小的光圈 这支是大光圈的 那你大光圈有大光圈用途 譬如去厌媒啊,可能现在你知道啦 很流行的那些,很暗光啊 那变了来讲它是有利益的 那这个呢就是大家考量了 不过我只是介绍多一支新镜给大家 好了,有些相片给大家看一下都可以看看啦 那下集再见 好,下集再见,拜拜 好,下集dig十分熟 啊 在rel Airport 見你了 这么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